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记载》 《挪雅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 《圣经》的预言 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九十应验 未应验的会怎样发生呢 地球门人是科学家的推论 但毁灭性的情节是吊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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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敌 亦曾亦發誇 末世之中 應當珍惜對方 成節 情節開始發生 沿岸 就像亦所告的真 人類 在牙利濠濠 想找找不到地 痴疹 但 仍愛是韌女 別紗於契彼 仍於雙眼 面望無限過後裔 仍怨是畏懼 就徹底奔罪 平安因有信仰還在 仍然 仍望誰 唯遠 活在抹世 心驚慌 被害怕 完全地開始動盪 掌描 萬rada 無限過後裔 仍未活地 siaない 仍然竟來 大災難帶來今世代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日本面對如此巨大的突發性豪傑 終然有再多的教育和心理預備 甚至建設高防備最堅固的世界第一防波堤 一切的預警也無法令文明在災難中逃脫 科學家更認定現在是地震最高的活躍時期 連鎖反應帶來的極強破壞絕對無法預估 地震、海嘯導致核電廠高危設施 爆發核輻射洩漏 史蒙前來的複合性災難 污染全球生態 前所未有的災難 猶如一次世界末日的預演 核輻射撲散帶來生態代表 食物年大危機令全球恐慌 今日人要逃離原本繁門安穩的城市 聖經預言 將來有相似的末世現場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水 在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償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乃乃孩子的又禍了 不過一切可怕的經歷都不會令人類醒覺 核電廠遍布全地 人類和端將地球推向絕境 今天人類所作的已經去到無法扭轉的慘況 比上古時代更為嚴重 就像今天全球各地的核設施和核武器 都不能用水可以清洗 是否要像聖經預言所說 要用火去消滅直進 昔日羅亞一家因為信靠上帝 藉著方舟從墮落被毀的世界之中 得到救贖 方舟與洪水的記載 並不是停留在毀滅 而是生未得到拯救 堅持依微悲 圣经里面所说的罗亚的日子灾难是会不知不觉间发生的 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测到每日会何时出现 不过生命总有限期 人生总有洪水 在过去七年探索方舟的经历里面 我们不单只知道方舟是昔日的成就 而且在我们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靠着歧徒可以真真实实地 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保护和引导 今天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危害 也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最大的帮助 大小小的路 还有一些 全光 同伴 冒 一把 一把 轻辱 仇敌跌陈的黑暗 活逝之中仍当珍惜对方 城市情节开始发生 原来就像你所讲的真 人类在压力浦 想找找不到地自尘 但仍爱是隐旅 别沙于废墟 仍于双眼愿望无限过后裔 仍冤是畏惧 就彻底奔随 平安引有信仰还在 仍爱仰望谁 活在末世心境平和 依靠着信仍前面涂天巨浪 我没有恨来临是我的拯救 依靠着你世界满能行 游戏方舟里 你开心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